诗曲名曲 语 on Squ manager 编曲 嵐 你们方都有意思了 再出哈 嗨啦 是啊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9月29日,適逢中秋節 今年我們無法回香港或廣州陪家人過中秋 不過我們決定放自己的外價,我們今次來到法國去巴黎過中秋節 今次我們沒有開車過來,我們是坐飛機過來 然後來到機場再租車,然後渡過我們今次的中秋假期 來到法國巴黎,當然要租車仔 還要有法式風呈的Rendal Twinkle 為什麼這個是法式風呈? 因為是法國牌子 對,Rendal Twinkle 因為上次有個經歷就是開了一輛SUV過來 因為法國的車子是很窄,而且人們開車是很困難的 所以今次就決定開一輛小車來,就可以擠來擠去 很小啊,真的是 好短啊,泊車好容易 你不是在這邊上啊,那邊才是你的司機位 左右調轉啊,麻煩 好可愛啊,面前速波箱 手動波箱 這個是有些哥爾夫球的設計 是有些法式的浪漫 好簡單啊 全部東西 可以嗎? 我們是不是要動 你動 他給你這個夾電話 你可以Google Map 手波 對 手波 手波不是 通常都是手波的 你要特別請選擇自動波 嗯 自動波就貴一點和少一點 嗯 是 歐洲英雄都手 他有叫你去upgrade 加多些錢去那部寶馬 那部寶馬 就不好 我們都是要堅持開車仔 巴黎很困難的 你看到大部份的車 四個角都是爛的 那些人很困難的 好啦,那我們現在要入城了 看看油有多久 對 上次就是駕駛油帶車來 開了一個阻泰路 今次就是阻泰車 阻泰路 不要那麼辛苦 如果自己開車來 要整... 哇...幾個小時 然後過關又久 整個... 要坐飛機就方便些 自己下飛機過來租車 我覺得這樣會方便些 因為我們又不是太多的假期 幾天的話 我覺得這樣就會... 自己舒服一點 在巴黎開車 只得一個秘訣 就是不要撞 強烈建議 香港過來的朋友 都是租一輛自動波車 因為已經轉了 做阻泰很不習慣 如果再要兼顧轉波 其實都是挺麻煩的 而法國用的速度 都是用公里的 一般的A路 即他們的Motorway 其實的限度都是去到81度 那如果要進出這個小巴黎 即是巴黎的中心 就跟一般的大城市一樣 一定會遇到的就是塞車 由於我們坐這個廉航Easy Jack 延續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再加上塞車 其實去到酒店附近 已經開始填黑了 我們終於到了酒店了 現在這間房間就是我們 跟著來的三日四日三夜 將會是住這間酒店的 名字就叫做 Best Western Plus Sailcase Pairless 那是不同的 不知怎麼算 出圖 這裡 出張圖 那其實這間房間就很 一眼見細 不是很大的 它是很乾濕分離的 它有個廁所 廁所真的是一個廁所來的 只有廁所 它連洗手的地方都是沒有的 是啊 不小心乱了東西 然後就要客人 但是它很喜歡這些 你很喜歡 老公很喜歡這些 皮的這些東西 這是一個衣櫃 嗯 它又有夾蠻 有沒有錢擺 又沒有錢擺 所以又對它有這個用 是啊 你很喜歡這些設計 嗯 它有雪櫃 它有個咖啡機 咖啡很厲害 咖啡 Richard Paris Richard Paris 全部都 Richard Paris 它有些子彈咖啡給你 嗯 它可以用的 是啊 可以用 對 然後這個好像有個 巴桌 那樣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個巴桌 在這裡 嘩 它有一個貴 嗯 原來是假的 那你為什麼要做一個 瓶瓶瓦呢 裝飾 就沒有了 那就是 床 但是它 這裡是個廁所 不是廁所 這是一個洗澡房 它不是一個廁所 它的洗澡房就是 是 脊桿 然後洗手盆在這裡 然後如果你的廁所 是要繞在那裡 它完之後 回來之後 你洗手 你走回這裡 你洗手 一眼變細 很細 那它雖然是 很細 但是因為它的交通位置 地理位置很方便 在外面就看 街景在樓下 酒店的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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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邊 就已經是有一間 家樂福設施 應該是 就好像我們叫做 Tasco Tasco Express 這樣 就正正在樓下 你買水喝 買零食 或者晚上想喝酒 買酒 很方便 這個位置 它是在巴黎的 第八區的外圍 對面河 對 第八區的外圍 它就在這個賽立河 我不知道 左岸還是右岸 反正如果我們要 進去正中心 那些集中的景點 例如巴黎鐵塔 海船門 那些 去買東西 這樣 所有的景點 我們過了一條河 才回去 但是它很近地鐵 它地鐵 好像在這裏 酒店走 不知道三分鐘 五分鐘 就已經可以 你去到地鐵 就已經可以去到 所有的地方 我們自己就是 我們坐飛機來 然後租了一部車 那部車 就停在酒店 它自己有停車場 那就是15歐一晚 就任停的 在地下停車場 然後是鎖了門 這樣很安全的 然後我們可能會選擇 會開車去市場 裡面 海船門一定要兜的 因為上次兜過 很驚險的 今次你想做經驗多一次 沒錯 今晚現在是剛剛到了 然後就先放一些東西 因為我不會把東西 放在車裡 把全部東西放在房間 只要拿少許錢 拿一些東西 還有電話更新 然後我們就出去 先吃東西 然後我們明天才去哪裏 對 不知道為什麼呢 是倫敦的 對 來到巴黎 還沒見到倫敦 倫敦房 還沒見到安排的東西 對 為什麼 我看到月光了 月光 哇 法國的月光特別圓 全世界都看同一個月光 無念 快快吃東西 由於Ada太喜歡吃越南湯河 所以我們都選了一間 在酒店附近走15分鐘的店 來意圖 現在多一點的芽菜 我喜歡吃芽菜 我試一個不辣的 試完這個不辣的 試完這個不辣的 再試另一個辣的 好吃 不知道因為肚毛 你覺得很好吃 這個湯 很清 它跟曼城那間有少許相似的 但它就好像比曼城那間 原來的湯河 偏甜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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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 超夠美的湯河 我試這個辣的 這個不辣的 就不辣了 我就不覺得是辣了 其實因為這個的基礎上加了一些辣椒粉 這樣 所以這個辣的這個我覺得不是太出色了 就是這個清湯 這個湯 這個湯 吃完了 對 吃完這個越南的湯粉 這個湯真的很好吃 嗯 是 它是比我們之前曼城吃過的那間 很好吃 然後它就相對的湯是甜一點 但是還是很好吃的 有很多這些綿羊仔 因為他們呢 送餐 我們住的這個地方是 住宅是多的 很多的這個叫做 take away的店 中餐有口 豬南餐 kebab pizza 很多 很多人送餐都開過那些車 現在就是 多少點現在 9點幾 10點 我想10點幾 對 現在就是情含夜巴黎 我們南部在這個巴黎的街頭 對 那它就是 我們住這個地方其實就是 我們先走 我們先走 我們很擔心這個叫做治安的問題 因為是 經歷過的疫情啊 之前又有暴動啊 等等 都害怕的 我們選擇住的地方都是住在 我們是會選擇在遠離巴黎市中心 外面大概 大概 半個小時的時間 這樣選擇了這間酒店 住陸又覺得很OK 剛才我們在酒店走過 剛才吃東西的那間 魚南餐 大概 十分鐘 十五分鐘左右 走快點十分鐘 你快點走 走快點十分鐘 然後 看到周圍的環境 其實是 很多是 住宅區多 有消費力的住宅區 有很多食肆 晚上就算現在十五分鐘 有很多食肆開門 你見到旁邊坐在那裡 其實是送餐的CK來的 有很多的Uber 有很多的 剛才跟餐廳的老闆娘都有聊過 他來了24年 在巴黎 他在巴黎 做飲食了24年 我問他這個區點是OK的 不過始終 怎樣好的地方 錢財都不好愛怒 他們也有巴士在那裡 是啊 我們自己的地方是 相對來說是 方便 明天是 不過明天我們是晚上 才會進去巴黎市內 因為日後我們會做香檳區的一個小鎮 我們住的地方 但是一個小時多一點 這樣 這樣 去那個小鎮 去那個小鎮 就是 香檳區 當然是任香檳 我齊代明天 不知道任香檳 香檳區任香檳的感覺是怎樣 好了 我們現在走回去 準備 早安睡覺 明天見 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 我們繼續這個 晴陷葉 現在是12點的時候 12點 剛才回去 對 我們的酒店對面 燈光火場 玩手機 看電視看一看 然後突然很餓 那怎麼辦呢 我嘗試用個 叫食物 然後全部都是在法文看 看不明白 然後用傻式 看不明白 搞不定 然後看到有Oven 我們的酒店 對 對 我們酒店對面 那間有一間 叫做Caba 然後就開門 然後我看到它有雞翼 所以就下樓賣 現在賣雞翼 等著拿雞翼上去吃 9歐10隻 差不多了 OK 對了 我們是酒店 對 對 我們是酒店 這個人是12點鐘 又燒東西 對 竟然有舖頭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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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集 我們首先來一個 凱旋門下的法式早餐 然後我就挑戰擁有12個出口 全世界最繁忙的迴旋處 凱旋門 接著我們就去到巴黎附近的香檳區 探一下香檳 感受一下Layback的法式生活 請繼續留意周末快閃巴黎另旅遊 做甚麼 我們在一起聽了 現在就可以了 明天的客人 我們可以在一起聽 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要忘了